24号上午圆明会主委一向巴洛尔出席玉礼镇及能能脉部落聚会所开空动土仪式 这座聚会所由行政院花东基金及圆明会核定补助规划设计费有90万元 以及新建工程经费是805万4千元 预计在今年6月份可以完工 玉礼镇及能能脉部落聚会所开空动土仪式 这座聚会所由行政院花东基金以及圆明会核定补助规划设计金费90万元 以及新建工程经费805万4千元 预计今年6月完工 祝福平安 完成之后除了几年能脉部落可以使用 普世格部落以及吉拉格赛部落 因为部落没有聚会所完成之后可以共用 也期许玉礼镇公所务必掌握工程进度以及施工品质 尤其像今天今天这个金能能脉的文化聚会所的成立 全力支持 然后呢我们新政府 新政府这边也就是 这些村处长 也特别关心 丘隆这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一定尽全力帮忙 这场动土岂不一事也象征着 金能能脉部落聚会所带给众人的期待跟祝福而建造 在未来落成之时 聚会所能够成为部落进行活动交流情感 欢乐聚会以及为族人提供服务的场所 记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